行政總管林鄭月娥說 看不到會有大量港人移民英國 大家覺得有多少人的反應會是怎樣的 四位嘉賓 陶傑 我覺得這個預測有多少人 這個意義是不大的 因為這個要看未來五年香港整個政治經濟局勢的走勢 還有一些人就算行使了BNO過到去開始居留 可能叛逃回來的 他未必可以完成這個5加1整個的限期 那些回來 你算不算計算呢 所以我覺得預測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但是怎樣也好 香港的人喜歡預測 Donald Trump 拜登 誰會贏都爭取得火紅火綠 拿一張刀去殺對方全家 如果你叫我大膽預測 我想以現在的形勢 在1月31日之後 十多二十萬 叫做起動 叫做起動 不等於完成 那就應該走不掉 十多二十萬 是不是 不會太多 因為真的不會太多 因為你不要忘記 英國現在很多負面的因素 例如肺炎 確診每天一兩萬 很多人聽回來 英國的人說 三十幾歲 中了一招 現在在ICU 那裏沒有人救 幾百億身家 某富豪 在那裏去年都領了野 幾乎沒有命 這些是負面的因素 香港人是很怕死的 兩害相權 取其輕 至少我留在香港 如果我戴著口罩 不出聲 行規道舉 不違反國安法 我有條命 如果去到英國 可能是沒有條命 所以我想這方面來說 人數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你都認同林鄭月娥說 英國公共醫療系統承受巨大壓力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現時 你可以對林鄭個人有種種不滿 但是她說的現在這分鐘 是符合基本的事實 陶傑或者關仲賢 怎麼看中方的措施 會不會牽涉到雙重國籍的問題 陶傑 首先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需要看情緒化 因為我們由正能量方面來說 英國推出的BNO措施 其實正在幫助中國和香港 為什麼幫助中國呢 因為你從國安法之後 前後就有很多香港的人很緊張 但是也有一些親中愛國的 比如說科技大學雷鼎明博士 他在2000年的一個座談 這個7月5日 他說如果香港走近三十多萬人 絕對對國家和香港是好事 因為可以完成一個人力資源的替換 我們由經濟來說 我很贊成雷博士這樣說 加上他後面很多支持者說 留島不留人 這些聲音 我想英國一定是聽到的 既然聽到他本著 為香港和中國 既然這麼想轉換人力資源 那我就幫幫你 他就做個BNO 這個預測有二十多萬 那就很合乎雷教授心目中的理想 所以這個是好事不是壞事 我不明白為什麽 他真是幫你留島不留人 還有英國真是加一把力 幫你完成人力資源 那麼多人都有扎扎跳 這是第一 第二你說帶走資金 現在很多人賣太古城賣給 更加是幫助香港 因為自從董建華、梁振英和林鄭上台 都沒有一天不投訴過香港樓價太高 樓價高到不合理 亦都令很多年輕人創業 沒有辦法 現在走得多 太古城樓價 如果假設跌五成 經紀行有transaction 律師樓 律師樓 這個叫做房地產人力資源 很多人買得起 亦都協助香港做一個經濟改革的調整 我純粹是由經濟的角度常識角度 我不管你那些政治的東西 公明的字眼是不會的 為什麽有信心呢 很簡單 第一當你說保留什麽權利的時候 以中方向來的做法 就是到此為止 第二我們從邏輯上面去看 如果他有什麽 好像劉兆佳 或者其他學者說 凌厲的殺著在後 他怎麽會留在最後呢 他為什麽現在不響出來呢 因為如果你說要 採取制裁措施 我想最起碼目的是 制止 香港出現逃亡潮 因為你現在搞到 去到二百萬 人山人海 BBC那些電視台 播了你的畫面之後 你才說 這些制裁措施 你回來是投不了票 你是造成不了 你是無法彌補那個形象 和面子的damage 所以如果有什麽厲害 如果我是中方 我早就說出來 我阻嚇你走 目的 目的不是說 不是說我製造一些 逃亡路海的畫面之後 我不讓你回來 因為現在最緊要是 面子和尊嚴 除非 除非 是有 香港很多的內部人 是向上方 獻計 不夠的 阿爺 這班這樣的人 你放他生 你看他那邊 好得戚 又說自己不是中國人 又是英國人 這樣撥一下 就好像孫悟空 三調巴招線 火焰山撥一下 撥一下 撥一下 我不排除 上面中方的情緒 一日後 是被他撥慶了 所以 如果香港的人 我想起 彭定康說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是被香港的人 撞頌 如果你想證明 彭定康的預言 是有種族歧視和錯 你就親中也好 什麼黃色也好 你現在就不要出聲 OK 你現在喜歡 拿BNO 你就去到夠 如果你不怕死 OK 也周圍的人 不需要說 他有什麼反制 他可以怎樣 你問我 我知道了 我會猜 不要說我知道 我會猜 我不會說 因為一說 會刺激到 某些人 會去獻計 叫他做 我覺得現在 你視之為一個經濟問題 只要是相不相從國籍 這個 《基本法》一早有說明 中方是不承認 BNO持有人的外國籍 因為他認為BNO的人 在香港出生 香港是中國領土一部分 而英國現在給BNO 是英國視之為 香港是前 97年前 是英國的熟土 是這件事的分歧 所以令到有BNO 大家互為不存在 你看不到我 我又看不到你 大家相安無事 但是現在你整個《國安法》 加上中國自己說 《中英聯合聲明》 已經是歷史文件 既然《中英聯合聲明》 是歷史文件 《中英聯合聲明》 的附件 也是歷史文件 所以現在BNO 就變成了一個新的文件 要更新的文件 這個也是由英國 根據自己的國籍法 的權力去行使 不要忘記 是沒有人拿著槍 叫BNO的人 去英國 譚德塞的鄉下 埃塞俄比亞 他明天說 送了三百萬本護照 叫你去做世衛組織 譚德塞的同胞 你覺得你香港人會不會走呢 你不會 或者暫時都不會 所以這個問題 牽涉到幾個情緒的問題